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没能够将 게임可以用 苏宁下路的话 两个人打得很多套路 然后我跟小狗 offense 磨糊了一年多了 打他们的话 发挥好状态就行了 面对Ing的话 因为我们上次的卡通机要说 已经几乒过等一次了 他的UDI回歸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 觉得会应该还是能赢的 苏宁是一支后期处理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一支队伍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做得比较更好 然后利用整点打败他们 好的欢迎回来 您就来收看的是 2018英雄联盟职业 那赛春季赛的比赛 马上要带来的是 RNG和苏宁宁Gaming的一个对决了 那上一场比赛也是已经结束了 让我们调整一下心态 来迎接第二场的一个对决 一在开始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说的是 关注英雄联盟的周边商城 搜索更多的精彩周边扫码 即可购买 选手的同款战队服 已经上线了 我们前面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视频 就看到了 贼帅的那个视频 大家如果想跟选手 穿情侣款同款战队服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到我们的商城去购买 关注英雄联盟宇宙 官方的世界观平台 所有的英雄背景故事漫画 CD近代掌握 张华之可以关注各大音乐平台 关注英雄联盟的官方频道 上百首震撼音乐 伴随你纵横侠母 是的 那第二场 第二场的话 赛前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先跟大家说一下 苏宁打到现在 是咱们联赛用时最长的队伍 对 我看到那个数据了 苏宁是最长的队伍 而且赛前也说了 他们现在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 小分跟胜负关系 胜负关系上是领先于RNG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 RNG如果能取胜的话 他们将会反超苏宁 再次回到东部第三的位置 而对于苏宁来说 如果这场比赛能够战胜RNG 那么他们将会把身后的京东 甩得比较开 将会领先京东两个胜场 是的 其实说白了 这场对决 他们两队的一个积分情况 非常的咬得非常的近 所以说对于两队来说 都不能松懈 前面泽源提到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 就是苏宁 他们是用时最长的一个队伍 就是全LPL 36分钟18秒的一个平均时长 这可以体现出 他们很喜欢打一个中后期的运营的一个节奏 但是不要因为他们平均时长 就忽略了他们的前期 因为最近的几场比赛 包括他们面对RW的那场 干定利落的2比0 都是靠着在前期就打出优势 然后一波把比赛直接解决了这种打法 来看一下首发名单 依然是状态比较好的hacker 作为首发打野 剩下的四个点 本赛季的话 基本是没有轮换的 上路的狼行 中单的knight 下路是fury 加上游泳的组合 是的 这边的话 今天上单上的是姿态打野 Karsa 中单小虎 双轮路的话 UDI加上小明 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RNG来说 在此前遭遇了IG的 在此前遭遇被IG2比0比2之后 在积分上现在也有些吃紧 而且他们身后也依然有排名 联赛东部第五的京东Gaming 虎视眈眈的望着他们 目前IG应该是9-6 京东Gaming是8-8 所以说这场比赛 对于IG来讲也格外的 对于RNG来讲也格外的重要 尤其是在 UZ付出他们在一波连胜之后 是遭遇了 这个连赛第一的IG的强力狙击 没能够把连赛的这个连胜 继续持续下去 今天面对苏宁 又会有怎样的发挥呢 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可以看一下各个点位吧 我觉得双轮路 大家可能会比较 着重看的一个点嘛 其实小狗的这个伤害战比非常高 然后他的分军补刀和20分钟压刀的数据 都比较的豪华 但是今天兑现的也是Fury 他的个人实力也是相当 Fury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发挥是非常的亮眼 除了能够拿出像版本强势的维鲁斯 包括之前打过拿他拿大嘴的比赛之外 他的自己的招牌英雄爱惜也能够拿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势的表现 是的 那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前 有一段姿态的小小的采访 一起看一下姿态到底说了些什么 马上要打苏宁战队了 然后感觉他们的所有的选手的个人实力都还不错 尤其是他们的中路和上路 然后他们上路狼行选手的话 之前也是有一只交手的 然后也是一个挺有零星的一位选手吧 也比较期待和他对决 今天姿态要对上狼行了 其实看一下狼行纵观他的一个选择英雄的和胜率情况来看的话 他好像真的是特别喜欢玩一些输出战比比较高 然后carry型的一个上单 吸血鬼啊 吸血鬼啊 对 玩的特别多 对 另一点就是确实RNG最近的状态急需要一场胜利 因为他们不是连输了两局吗 我记得是京东跟这个埃及都没能取胜吧 今天这场比赛 也是检验一下两边的状态 到底在这个赛季末 包括在冲击季后在这儿 谁的状态更好 因为现在苏宁真的是处于一个上升期 之前在面对老肯定的那场BO3当中 他们在先取一局的情况下 被老肯定是连追两盘 但是在那轮BO3当中 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发挥得也很好 只是那个BO3 我觉得确实老肯定打得更出色 苏宁自己没有出现太严重的失误的问题 前面比赛开始前面 有聊到了上单位 有聊到了AD位 其实现在版本 不论是最近几个版本 我觉得打野位置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今天上场的Casa 其实是一个 Gank成功率比较高 比较喜欢偏Gank型的一个打野 然后黑客的话 他的控演率是联盟第一的 但是他的这个20分钟压倒率 就是两边打野的压倒率 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因为黑客在前20分钟 特别喜欢帮线上人做事 所以说他确实刷野上面做的少一些 而且黑客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朱妹扎克这种英雄玩的特别多 就是偏团队的广子 还有就这种偏团队的英雄拿的多一些 所以个人数据可能没有那么亮眼 那看一下吧 今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点 打野刚才你都提了 就是蝎子这个英雄 会成为两个打野 比较重点的争强 因为Casa应该是 最早在P5 在咱们联赛里玩蝎子的选手 然后Hacker此前的几个B3 蝎子的优先级也很高 是的 而且两边他们的蝎子胜率都很高 Casa四场75 然后黑客是两场全胜 所以说这场蝎子的争夺很关键 蓝色方苏宁 是RNG的一个优先选边 自己选择了红色方去打苏宁 可能是已经安排好了 第一局的红色方的套路 来看一下BP 苏宁这边还是搬大嘴 瑞兹和中单的加里奥 那RNG这一手 我们前面提到的 妞妞跟红色方的侠 然后看第三手搬什么 有可能要尊重一手 但是中单艾克 因为确实这5-0的数据现在在我们联赛里 有点恐怖 是 搬了细命师 把劲给搬掉了 哎呦 塔普在外面这局 然后苏维英也在外面 蝎子也在外面 放了非常非常多搬的OP的英雄 苏维英 直接一抢 在几轮前 苏维英还没有加强的时候 8.4的时候 姿态是拿过一局苏维英上单的 所以看一下这局 他们放出这苏维英 是不是因为已经找到英雄 去应对他了 哦 我最近研究一下 我现在LCK说了 我发现打苏维英 现在路人局里有优势的英雄 是诺守 就是上路诺守 打苏维英 还不错 我记得诺守是8.3还8.4 是有扎强过的 对 扎强了一点点 RNG这边直接是拿到打野的奥拉夫 以及 维鲁斯 两边都没有选择蝎子 前面提到的这个点 苏维英这边是直接 就告诉你 我的苏维英就是打上路的 然后中单奈特的奈特 很顺手 拿到自己 全胜 对 全胜奈克 那天我们在看比赛就在聊 就说什么英雄 康克 奈克 现在 打线的话 其实推线的法术都还一样 但是团战 我们想来想去 好像也只有马尔扎哈这种了 但是马尔扎哈这种 又很怕他出水 是 又很怕他出水 他这边的RNG中路 直接是选 这个卡尔玛 调度了一个卡尔玛 因为这个卡尔玛在RNG手里之前中辅都玩过 比较摇摆 看一下第二阶段搬人吧 在苏宁没出AD的情况下 RNG这边先把下路组合开始搬 搬布罗 现在塔姆还在外面 等会看一下RNG要不要上班位 如果RNG其实可以不上班位 可以自己拿也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自己拿塔姆的话 这个扇子妈加塔姆 就保人的体积 就所有压力全都在 伤害低 就这样伤害会有点低 输出的这重任全部都在 约在他身上了 塔姆的话 苏宁这边直接自己搬了 也不让你RNG去拿 那后之为第二手搬人 是 我觉得ADC还可以再搬一个吧 搬一个女警 要是搬的话 就搬一个女警 因为女警手长 然后对线的话打威尔斯还可以 提供女警 那苏宁这边 塔姆都搬了 是不是 牛头也搬掉 牛牛 现在辅助位置 要还搬辅助 我会觉得塔里克 现在就在RNG这边 游戏机更高一点 搬三 那没有管 把牛牛放出来了 看RNG这边第四手吧 他肯定是要把卡尔玛 藏到最后一手才进行位置 对 就是 康特尔如果第四手选辅助了 没有那个摇摆效果了 看拿什么打乌鸦 我特别期待这个 如果说平衡一点打 均衡一点 那肯定是那儿打 就是不输线 但是也不太好压 或者说今天准备了什么 奥恩 奥恩 打的效果肯定是不太好压制 而且奥恩有一个问题 是推线推不过乌鸦 会不会乌鸦不停地压线 说实在的 奥恩在上路 如果对线的情况 碰到乌鸦是 会很难 有点难受的 他不像那儿这种 就可以一边推线 一边进行消耗 消耗不到乌鸦 垂时 泳的垂时 最近联赛的上场率 越来越高 除了在我们 LPL赛区 在LCS的季后赛 以及LCK的 最后一周比赛当中 这英雄上场率 都高了很多 是的 而且他的垂时的 胜率是百分百的 虽然只用了两场 那看一下 配合上垂时 FURI要选择 什么样的 现在也就是 EZ和小炮这两个 可以想 但是小炮呢 8.5 被砍的太感受了 射程只有525 是 就先拿EZ吧 这样稳住下路的对线 那RNG这边最后一手 我觉得 在对方拿EZ的情况下 这下路其实是 可以选择拿牛的 就是把卡尔玛拿去打中 但这样输出的重任 就全在身上了 对 因为上单 他选的也是奥文 看一下怎么想 最后拿了一手 波干达去 counter这个垂时 保维鲁斯 就是保维鲁斯了 这局 终于是 打了一局 这种保狗战术 是 但是说 说这个阵容是保维鲁斯 但是其实我们别忘了 对面有一个 维鲁斯特别害怕的一个英雄 就是黄子 黄子可以看 维鲁斯腿短的情况下 如果黄子一颗二连过来 加一个大招 你必然是 要逼一个闪现的 如果对面是 无脑去 干克你抓你的话 每次打算就针对 这就是比较怕 黄子跟艾克 包括乌鸦顺起来 比较害怕 这阵容现在 RNG选完之后 中路的线来讲 前期卡尔玛推线 是推得过艾克的 所以说 在推过艾克之后 能不能配合上 自己的奥拉夫进野 去搞点优势出来 对RNG的前期 是很重要的 上路的对线 现在 刚才我们也提了 应该是乌鸦 推奥恩的线 对 感觉RNG这边 如果进入游戏 选择这样的阵容 可以 就既然说 要选择宝狗战术 那前期就要对 UDI的一个发育 进行一个保障 这是中野 一定要往下路多走 因为下路 补了莫甘娜 完全Counter 垂时这个选择 所以让 FURI跟勇的这个组合 对线是不太 打游史 那就看 在选到这样的组合 的情况下 FURI跟勇怎么处理了 因为这个组合 一旦是平稳度过到中期 那肯定是持续竞争力了 垂时跟 伊泽瑞尔 是不可能打得过 维鲁斯的 维鲁斯加莫甘娜的组合的 所以就看 前期 有没有机会 让勇的垂时 去跟 打野一起 做双游 是的 两边这种选定下来 马上要带来的是 今天第二场 BO3的一个对决 对 苏宁 Gaming对战 RNG 因为苏宁的下路 伊泽瑞尔加垂时 这个组合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就是在辅助去做事的时候 AD不容易出事 伊泽瑞尔这个英雄的特点在于 我有女神之类之后 你辅助去做事就做事吧 我可以通过 我一个人 技能跟大招 对我去倾线 就可以了 我可以单线就行了 对 所以这么选的话 也不是特别特别 只考虑线上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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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 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热情的欢呼声 马上进入到这场比赛 哎呦 下路真是点了两块表啊 这个版本已经有点少见了 而且它是伊泽瑞尔点了这个表 就是让我觉得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的 不愧是这个我们最早的秒表队 最早就是苏宁玩出的这种五秒表 什么四秒表月下塔的打法 前面我们有 对 前面我们有提到 伊泽瑞尔选出来之后 这边 泽源也有说到说 如果随时去搞事情 有可能存在的是伊泽瑞尔一个人单线 他这个两块表的意思应该就是说 怕下路本身推线就推不过 怕被月塔 所以这两块表能够在接下来 被月塔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 技术部分 是风骑乌鸦 相位猛充的乌鸦 这个乌鸦中单的带风骑的几率会高一点 比较多一些 因为上次的话看上路乌鸦有一个新的套路 是带冰川增幅的 我记得是昨天OMG的西洋带的吧 记不太清了吧 那天有一个乌鸦是带冰川增幅 就是更好配合打野在前面 这边卡卡的位置晚点上线 没有给信息 没有暴露自己打野的开野路线 因为上这个下路线奥恩是直接就上去的 奥拉夫的话前期刷野可以利用 自己低血量攻速快的特性 先去自己开一个恐怕 把血量打低一点 这样后面效率更高 中午卡尔玛对线打艾克前期是可以有比较好的压制的 就是WQ连住之后无限消耗就行了 而且推线比艾克要快一些 又是这两个有点独流的副系 它主系是风骑 就是这个相位猛充反流系带超然和风望聚集 然后副系带又是这个害物独层和这个钢甲 就是加护甲的 这加护甲 除了它加护甲的那一点 就是你在消耗性的时候还加抗性 这个真的有点强 战路莫根纳跟在这个位置前没有强到两个有点难受 怎么Q到了 这位置回身一勾 被又再扭开了 因为刷野的路线 阿拉夫从上半野往下刷 直接可以到河道这边位置 但是双人路的兵线太靠前了 其实没有什么好动身的 感觉可以控制一下河道线 想一下中路有没有什么机会 而且这局这样的阵容对RG来说还有另一个好处在保AD上 在两个中下 就是中辅两个英雄都提供护盾的情况下 这个香炉我觉得大概率是卡尔玛做 那这样莫干纳其实可以不做香炉这个装备 去做一个早一点做鸟盾 或者说做这个极客的聚合这样的装备 因为莫干纳其实极客聚合还可以啊 这边过来碰了一下土龙但是王子在附近给到视野了 因为下路压线想尝试一下 但是还是没有硬打 这个赛季还有一个新套炉就是那个时光带艾黎 出香炉 你时光带艾黎的情况下 你W加的队友是艾黎的黑头 这位是打了一套QE二连 再W喷一下 不过依然就是推陷老大男的问题 中路和下路有一个RNG的主动的线权 那黄子在中下部分 如果视野没有不去的情况下很难抓 上路的话两边的蓝量都不是特别的好了 现在前五分钟RNG的视野都布在下半野区 也是我们前面所预计的 就是前期还是要回到下路去打 这个位置卡尔玛回家了 所以艾克进对方野区直接是刷一部 F6的吴小鸟 也是买了双黑暗封印这种扛线的出装 他这个双黑暗封印在如果复系点的是那个药水 加长时间 感觉他这一瓶药贼金喝呀 我一会看看给不给这个板子 我想看他复系带的是什么 如果带的是那个加药水 我们确实有点下路来抓了 手势也看见了 直接是智烈中锋躲掉了第一段的杠克 没给机会 中路小伙这边打的还是很凶 只要不给艾克捶三环 那换血就是赚的 上路这个姿态自己蓝不太够用的问题 一靠着对线去买这个蓝水晶来进去 但是现在你发现下路的这个塔的血线怎么一下被晃风可多 这才前五分钟 打不过呀没办法确实打不过 这个组合垂时现在是假的 这个被英雄直接counter了 你们不要笑呀这个组合现在垂时真的是假的呀 在莫干纳面前你出不出够吗 好来了 果然点了那个药水增强时间的 哇这个贼勤俭 这是明明一小瓶看上去喝起来有一身的感觉 你算一下两个开放一百分之五十 这个再加 他感觉一瓶要顶人家快两瓶喝了 就跟我们的战马一样 对吧 你喝一瓶顶很久 然后练住之后消耗一套两边 现在爱客渐渐的试验权也能推起来了 就是 就是下路现在对于苏宁来说是极大的一个问题点所在 上路下来吃了个帝国世界 呃乌鸦再上去不敢站在火山通现前面 下路想过来缓解压力了 因为曹里已经是垂时踢回家买了控制守卫 又回来 但是还是不敢上啊 这组合没先手 有莫干纳存在 你先手太困难了 你莫干纳存在还是前面的句话 就随时就算先勾 莫干纳盾第一时间给到 也没有看法开团啊 除非什么 闪现开骗盾 然后勾另一个 这是 这么行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操作 闪现勾骗盾 勾另一个 打了个闪现出来 EQ闪 调起两个漂亮 这个位置打得非常精彩 但肯定是杀了 看人同 给到了Etherail 正面小米海洋 再跳一下 但是应该没机会了 你看就得先闪现一把 盾骗出来 这波才有机会 否则 你一直在这儿疼着 是肯定不可能有先手的 刚才也是开开了一波 非常精彩的EQ闪 直接是挑飞了两人 帮助下路缓解了燃眉之急 否则这么再打下去 下路的防卫塔 兑现掉塔 可能都是迟早的事情 下路来看的话 两边 都将这个消耗血线 下路的话 这一波精彩 他都在看一下 先是点一个灯笼 给到亥克第一时间 入场 闪现片面这边的盾 在交换闪现之后 这个EQ闪直接跟上 而且只有你闪现E 把盾骗出来之后 垂时的那个平A 第一下 鳄域中版的被动 是魔法伤害 那一下配合 皇子的这个旗子 也是魔法伤害 然后配合上那个 伊泽瑞尔的 配合上伊泽瑞尔的W 你可以把那个黑盾破掉 就比较舒服 小明这边 看加点 他应该是点了W的 没有选择之前 对 他是W跟E对着点的 没有选择那个 比较极端的 之前有莫干纳辅助 是不点W的 在自己AD推线优势 情况下 他直接QE对点 尤其是面对对方 这种下路 能够有一点 AP伤害的组合 在说你QE对点的好处 就是你的魔法盾 护盾值高 不好被破掉 就不太好 被魔法伤害给破了 而且AD路 其实有魔法伤害的技能 不会特别的多 但这局小明追求一个 就是极限的 对线推线优势 所以还是点了一级 这个大队前面 帮忙推对线 刚刚这波上了路的 一个一卷成功之下之后 现在安记是 把上路的合到视野 给布控好了 继续进行的样式 这位是满魂线 回身容住之身的召唤 往回顶击飞 这个大招一直在追 打出风起来已经 但是姿态丝毫不畏惧 一直是顶着你的大招 给你怼 把狼行怼到了一个残血 最后那个大招 也没有爆到姿态 这一波换血血亏 因为乌鸦的大招 现在是开启大招的范围 开启大招时间内 你会缓慢回复生命值 但狼行就顶着 姿态就顶着狼行 这大招硬上去锤 推身被拉住了 因为NAT已经有水银鞋了 所以控制时间 在视觉上看起来 非常的短 现在呃 喀萨也是 从上那也去绕绕下来了 也想明白了 下路还是需要进行一个保护的 呃 维鲁斯到六了吗 这波想下来找一个维鲁斯的先手 但是 因为是依泽威尔 不是特别好看 皇子这边又在后面了 喀萨的位置有点远了 喀萨现在在动蛤蟆 看一下勇这边 有没有再来一波的配合 但是如果他往前走的话 黑客这个位置会被后方的视野看到 对 小明在前草已经插了个眼 而且控制守卫 把这个眼屏蔽掉了 给了进攻方一定心理的压力 再往前走一步看到了 这位置反应时间是有的 灰盾给 但是直接做大呀 小明没闪现的 这位置直接再没抓到 想换皇子插一下 挺漂亮 直接是主败的蔓延 而且这时候 还在这边回身 虎王继续打 中后的提拼这边 打多大招回来想杀 小虎定在地上 没动了 但是这边Fury应该是 闪现点当中 直接撿 不过艾克下来 一开始可以收掉Uzi的 这波艾克还想追 卡萨没有蓝了 卡萨有闪现在手里 有大招的 打了一个闪现出来 这一波 如果小虎的第一时间 支援下来的话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有点可惜了 没大招 中路刚才大招杀小虎了 但是 这波小虎提拼的位置 实在是有点 有点尴尬 太着急了 他在线中间直挺挺的踢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下来 但是说实话 可能是当时那个情景 太过于围急了 第一时间想踢下来 跑队友的 这不可能呀 GP4.5秒的以上时间 艾克这个三秒就出晕了 这不可能的 这个事 我觉得还是着急了 没注意艾克的位置 最后一下平A随着灯笼一起飞出去 距离非常远 刚才上路这两兄弟 因为自知对方都能打断自己 所以我们也不去凑这个热闹 我们在上路打吧 姿态领先了20个刀 又来了 还可再往下路走 这边又想搞一个顾忌重施 这一波的话 UTA是有双招的 苏宁的打法很坚定 在下路前期受挫的情况下 要想办法把下路的这类似打回来 小明连他跑了 小明应该是只能往远跑 给AD争取时间了 连续三波 海克对下路的击杀 都非常的成功 这样迟迟维鲁斯推不掉塔 这个RNG体系的核心打不出来 有点难受 因为下路得不到解放 慢慢的中路这个对线 有点对不过艾克了 而且与此同时 这边来到小龙坑附近 主要是第一条土龙 那前期对线时候 压塔血线的优势 其实渐渐地被 黑客给抓没了 给下路的注意力有点少 特别卡萨 其实卡萨应该是 在前面将近七八分钟 就是我们第一波看 防疫他选业比较低的时候 就在下路 对下路多回家 能够过来帮一波 或者哪怕不是做法 只是帮你把塔推掉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过这个点嘛 就是不需要说一定过来强留人的 知道伊兹瑞尔机动性高留不住的话 其实这个塔的血线站在旁边去 去消耗 去拿医学塔都可以 这样伊兹瑞尘现在兵权出来了 UZA这边有点不好处理 因为伊兹瑞尔虽然现在伤害 肯定没有弱斯高 但他这个兵权配合 一会儿黄子要是再来 太粘糊了这个兵权 打起来不太舒服 奥拉夫来了 这波是无论如何都要推掉塔了 否则二人记者节奏就打不起来了 小虎也在往下路赶 看一下这一波四包二 看到了 Q被奥西越先躲开 艾特也在后面 这位置现在黄子没到位 看一下苏宁 先让艾特过来 是赶走对面要支援的中野 而且苏宁这局的河道事 也做得不错 一直是洞悉到了 RNG的中野的位置 那下路这一波的支援 又是被苏宁给化解掉了 其实现在中路小虎 有点消耗不太掉 上来了 这位置奥拉夫从头里出来 虎子减速了想强杀小虎 但是这边还有一个大招在身上 先艾特回去 黄子过来 伊兹瑞尼 标准奥拉夫做住以后 一出圈 回身打一道 交闪现 卡塔一个辅寸命中 但是可以问一下 现在的上来是够了 回身回敲的中路 没能击飞 帝国世界也空了 点一个灯笼 先回去 上来之后 我们击飞黄的黄子 交EQ 打得随之一个闪现 维鲁斯跟小明 这个时候也应声赶到 双方最终 形成了一个一换一 还好 这波是姿态率先一步 支援到位 利用自己较好的意识 提前跑图到位 然后没有交这个TP 这样一会儿下路 我觉得RG还是有优势的 因为自己的上单 多一个TP 中单两个人的TP时间 是差不多的 这波既然 王兴已经赶到中路 中路兵线是给到 王兴吃 吃一下 下路这防御塔 现在有兵权 还有一点小小的AOE 在清线的时候 而且前面几波被抓完以后 RG这边点塔 现在要格外的小心 也不太赶上去点 来下面给到辅助位置的 一个数据面板情况 勇的场均15分钟 参与击杀非常的高 排名连在第二 确实也是前期 比较活跃的 这种辅助选手 这波上路领先一个TP RG其实是可以找机会 强行打塔了 他们现在上路领先TP的情况下 正面打肯定是多亿人的 我觉得 卡萨的整个前期的一个动向 有点被限制住了 就是他几波来下路 选择的这个时间气点 都没有对面 这波一定要推塔了 主要是再不推塔 这节奏被拖得太大了 可以放了 给一个盾 强行过来 一直也不敢提了 就因为上台没TP 这波也不敢硬去接 上路两个人 乌鸦又把大招开了 这位是回身 被动拉回来 捶一套 一塔一门就在收掉 回身再之列冲锋 哇 姿态这个 我觉得换血这样换 稍微有点亏 因为乌鸦开大招 这个时间 他回血回的有点猛 但自己的双人路 已经是完成了 推一血塔的任务 刚才几波 海克尔的进攻 在下路 是成功的让这个时间 拖到了15分钟过后 把伊瑟维尔的两件套 拖出来 才开始掉塔 也就意味着 苏宁在中期 会有一个更好 更灵活的选择 因为现在 EZ的装备不错 伊瑟维尔这个英雄 前面几局选出来 我们也一直在讲 这个英雄被削弱成 现在这个程度 就意味着你前期 一定要有优势 神英雄没有 比对面AD领先的经济 中期就非常难打 因为他中期 基本 打不过任何人 如果你是烈士的话 上路我们一直 没有观察到一个点 就是上路 上一塔的血线 反倒是被这边 姿态也消耗得 非常非常的低了 所以第一时间 下路推进完之后 把上路换上来 应该是想进行下一步的推进的 但是黑客已经感受到了 先蹲到上路的草丛附近 姿态这局对线对的很不错 很优秀 也正是咱们说的 之前自己玩乌鸦 也比较了解这个英雄 可能 选了个奥恩 打的效果还不错 来了 这个近战兵 乌鸦看脑壳疼 这咋办 这咋办 头晕了 这个 的确是有点 垂得很难受 他 只有平A能清这东西 哇 是近战兵 一个人顶你一波兵 好 还过来保 这个兄弟 好 近战兵被解决掉了 还好 配合着一个炮车 是成功把近战兵 清这大近战兵清掉了 苏宁必须要换 双路上来继续做斜防 防止自己的上路 继续被 尿塔滚雪球 但是这样 下路的话 感觉奥恩还是有一个 比较领先的线权 奥拉夫又过来了 因为防御塔的血量比较低 所以奥拉夫这边选择 又是明着上来帮忙推线 跟下路是一曲同工之妙 这个摇摇欲坠的防御塔 一定要集合人多 强拿 不然现在 对 这波EC是交大招了吧 交大招把线清了 所以这波还能守一下 中路想找小虎的机会 这个位置 EQ闪 想地交抢该大招 操作没问题 有TP有支天使 强劲到忽顿扛这一波 这个TP落下来 孤注一致了奈特 这个 他觉得自己也跑不掉了 想孤注一致就强患小虎了 小虎刚刚可以看到 自己下个E技能 然后再加一个天使的忽顿 能扛住成端的伤害 这样中路 这波阵亡之后 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 上路防依卡更难守了 因为刚才 呃 Night阵亡之后 黄子在中路补线 那上路的话 RNG也就明白了 黄子不在 还好是小明回家了 刚才被消耗残回家补状态了 现在 接近20分钟 这个狭狭前锋 这局因为两边换线咬得很紧 都是双人线不停地在对线 所以都抽不开身去打这个 下股前锋 应该这局是要 被虚空吞噬了 下路又有一个 耗灵之气加强的大炮车 靠着 耗灵之气加强的东西 面对这种纯AP的线 其实 打到后面有时候越来越大 上路防一打 已经是 就一丝血了 又在回家补装备 这一钩 又在这局依然是补刀 很扎实 219个刀 两件套也已经摸在手里了 在这边看的话 KASA它是阵容要加上一个优魂斗锋 其实对面 SNG他们阵容的AP输出点 还是很多的 如果说第一时间把魔法说出来 中期接团 其实奥拉夫有点势不可挡 对 然后后排 其实SNG如果要去切的话 也会有点难受 因为保育材的人太多了 对 就是打到后期会变成一个 我们到底能切死对面维鲁斯 还是RNG边能保住维鲁斯 去打伤害的这么一个局势 得到 有点慌啊 一时间就拿精华血了 有点方 他不知道身后有没有人 他不知道身后有没有人 他没有后面的视野了 所以这个位置永远是求稳吧 反正带起风密集 CD也比较快 现在 局面有点僵持住了 到20分钟 对 主要是因为在单带点上来讲 苏宁这边单带点 这个艾克现在发力有点慢 前面没有拿到比较好的经济 然后不领先对面 所以艾克现在单带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 反而是中路这边现在接着大炮车 奥拉夫也在侧面 RNG这边要慢推了 上路的防御塔也是定期理财吧 现在这个上路防御塔 基本上到期了就一定能取出来 已经往上路赶了 RNG这波是想强推 这波苏宁的下路 奥拉夫已经绕过来了 苏宁下路要撤 也不是真要打击杀 只要是把上路这个防御塔取掉 RNG这边就可以接受 RNG下一步的锁定目标 一定就是现在苏宁的一个中一塔了 中一塔如果在推进掉的话 现在对于RNG来说 打开局面的方式会很简单 先把视野在苏宁这边的视野给铺空住 但奈克这边开始用艾克玩牵制去拖节奏了 他把一个RQ清一下兵线 抢手这个塔 但这局因为苏宁的AD是个EASER 所以还是有比较大的中期进攻压力的 苏宁也不能说一直拖下去 靠腰三腰一直拖下去 想留这边的小虎 小虎第一时间给这个E技能往后撤 有奥恩 维鲁斯 卡尔玛 莫干纳的情况下 你硬靠131拖保证正面不被开团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苏宁这局还是要想办法 好 祝你打团来打出游戏 这个时间点安记抓得很好啊 苏宁有一段防守空挡的时间里被抓住 中一塔没有了 对 中一塔打掉 刚刚这波应该是伊德瑞尔和王子回家了 没有第一时间赶上线 艾克也回不来 这个时间点对于安记来说来得非常快 那直接到小龙附近可以拉出一条封龙 大家好像对封龙的欲望还是不是那么的强烈 小虎发现自己要被打断 赶紧溜 三环打完 没伤害了 回身 队友已经支援过来了 被拴住了 大招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回身又想换小虎 大招没有打出伤害 莫干纳过来 大招加点火给到 打了一个闪现出来 但是还是被定住了 最后给了个W的护盾奥拉夫 手拿冲了过去 有掠视者带着这个招 好像没什么办法 出身的黄昏直接把他带走 但是自己的位置也很危险 有TP 交闪现 给灰盾 扛了一个伊德瑞尔大招 侧面的话 开到了一颗闪地区 秒掉了小虎 UZI的位置还不错 且战且退 直接先配合队友 杀海克 UZI这个时候只要打前排就可以了 但乌鸦的作战能力实在太强了 狼行这一波跟姿泰两个人 对着切前排 但最终应该是切不掉UZI的 UZI被拉过去 收掉 前面的话 自在这边扛住了 伊德瑞的伤害 点个能力跑了 闪现过去 一打了一个闪现出来 还在追 最后火山突现 爆死了对面的辅助 还在追 打不动姿泰呀 有点 这时候UZI顶上来 插一箭啊 伊德瑞尔这边运气也比较好 偷到了一个 便携型的钢铁合计 加了一些生命值上限 大招命中 有水银 侧面有TP 这TP是来到艾克的 这个位置 RNG应该已经发现了 有TP过来保 先保UZI UZI这边走位扭掉 伊德瑞尔一个Q跟大招 艾克不敢上了 因为小虎下来了 再上来打到小虎这个盾 给了UZI一尺后 UZI交闪 艾克 打得出来吗 打出来了 皇子一休进场 没有跳起来人 又有一个TP 两边在打极力的大招 这是 哇 有挑TP过来 攻到UZI UZI这波应该是 走不掉了 姿态应该也没技能 可以走了 两边一波 这个 整下路 长达大概 两分钟的团战 是 这波牵扯 还是做了太久了 关键是在于 原来和姿态 靠前的这个位置 是被第一时间绕后了 没有办法 人员到达的比较快 还是在C位的中期作战力上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 就是大家都在打前排 但是明显UZI处理前排 要比伊斯瑞尔快得多 而且伊斯瑞尔那边没有香炉 这种东西 所以刚才其实打到残局 是RNG赚的 但苏宁这波是击杀上AD之后 想要强行打龙 打中期 打龙的速度还可以 阿拉夫可是没有闪现的 但这波有一个喷射球果 看一下怎么办 龙这边没有视野 一勾没勾到先上去 把球果打掉 阿拉夫下不来了 送一个勇 但是龙温温的被苏宁拿到 苏宁这波打得很聪明 下路打完之后 立刻过来入拉斯大龙 知道你的上单也没TP 也复活不了 复活了也过不来 还是把中期咬住了 之前一直在讲 苏宁这个阵容 真的靠分带 其实是挺难解决 有问题的 因为RNG有比较好的 正面强开点 但是如果是中期能够 借着前面帮助 伊特尔建立这点优势 去把团打起来 或者说拿到一些 比较关键的地图资源 是有中期结束比赛的能力的 这样拿到大龙buff 看一下苏宁怎么进攻 是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二十六分钟 经济差的话 RNG是领先一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苏宁这边没有拿到 一座的防御塔经济 所以说拿到大龙buff之后 他们现在只要进行推进 就可以把经济的学球 开始滚起来 艾克尔给个立场 先限制一下 RNG首塔的一个位置 艾克尔一直埋伏在这个草丛 被奥拉斯斧子丢出来 交一个一颗回到队伍的身边 倾线上来讲 现在好像RNG遇到问题了 因为中单卡尔玛的倾线 没有那么的给力吧 就是在对方正在推进的时候 所以这外塔 基本上是只能先放一放 又在这局三件套出完 可能还需要一个鲁安娜飓风 因为这局对面 乌鸦皇子跟艾克 都是直直地找他的 如果有鲁安娜飓风 可能处理起来会更舒服一点 而Fewer这边也是三件套在手 加了一个水银 现在苏宁 这个龙buff 在指拿了一座防御塔的情况下 还有一分半 他能不能继续做推进 下路这边 狼行已经把线往前带了 小虎这里的话 再冲帽子 还是要补点输出的 毕竟你如果把所有的压力 输出压力给到 又在一个人身上的话 前面也是如泽源所说的 对面三个人 肯定是直指 于Zi的维维鲁斯 过来冲他脸的 对 他这一局小虎的处理 是理解是因为少输出 所以直接向路完了我就做帽子 这天使向路我就做帽子 我也不出大胜杯了 因为大胜杯确实 还是太偏宝牌一些 尤其是特效 重措之后嘛 非常偏宝牌的一件装备 那硬出大胜杯的话 队伍的伤害肯定不够 而且这阵容 现在有点偏AP这个伤害在RNG这边 因为奥拉夫是个肉装 然后奥恩是AP伤害 呃维鲁斯在这种攻速 特效的程度下 也有一定的AP伤害 两边有点像吧 其实苏丁这边比AP 比较多一些 对 下路的二塔也直接是被一路带穿 上路想过来抓这个奈特 这两个人抓的话 奈特很六所 回身打一条小米 小米大招拉出来了 有TP去救 后面又有自己志愿的TP 两个TP同时取消 小米下去想留的 但没有想到 就是奈特现在反身 他这个法穿乌腰 火箭腰带的伤害太高了 对 中路再过来推二塔 现在RNG因为 倾线难的问题 这正面守塔 确实不太好守啊 只能是说 借着人少去逼退 正面想开 衣服吃到了 有灯笼 还是想开 正面说要开出来了 这个闪现交得有点早 还是要被追上的 FURI这边 水银也交了 解了一个减速 斧子又丢到 这边是我们打起来 威罗斯大招 命中了 但是好像被一技能给拉开了 没有被感染到 所以这一波追击之后 还是让FURI给跑了 是有那个大招 命中之后的连移出现的 就是那个 扩散出现的 对 后面有TB 这个TB 看一下 闪现做大 坐住正面 两个人 ON卡在前面 先把黄子大招 破开一点点 UZI的位置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还好是队友比较多 先收掉了一个hiker 但是狼血之后 卡住这个死角 那在上面已经处理到了 小虎UZI倒下了 这样 正面RNG应该是没得打了 刚才在TP下来之后 黄子闪现做大 把RNG所有人卡在了这个角落 虽然是先能击他黄子 但UZI的位置确实有点差 被对方近身集火 还是我们前面阵容选到之后 说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 对面阵容贴他脸的人太多了 而且Night的伤害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 很可观的一个数值伤害 即便是UZI这边 有莫甘纳 有Karma去强行保护的话 他的生存环境 还是比较寒忧的 看一下刚才这波的回放 但是什么 Hiker这波开的果断 闪现做好之后 虽然是奥文破了墙 但他开了一个秒秒 在人群里拖了很长时间 回身一颗又把UZI挑飞 UZI这个位置 已经被乌鸦完全隔绝 摸不到对方的后排 导致伊泽瑞尔 在乌鸦的保护下 直接进场 是收掉了UZI以及奥拉夫 而侧面的小虎 刚才也是直接被落地的 Nightgate 单兵收掉了 UZI这边赶紧要做罗安达飓风了 现在这罗安达飓风出来 确实在面对高压的情况下 还是有一定反手的保障 但如果没罗安达飓风 这打三个是有点打不动的 就是三个人贴脸上来 如果有个飓风的话 你A的时候还能稍微 舒爽一点 像飓风没有的话 你A前排 你单个去点 你还没点死的话 自己的自保能力就已经堪忧了 就可能已经被切死了 他是需要罗安达飓风 一是打扩散伤害 二是尽多的跌被动 第三就是跌这个羊刀的特效 为了 因为每一场战斗 给你叠羊刀特效的时间都不长 你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 把这个羊刀特效叠出来去打 现在小虎的帽子是已经脱在手里了 就是意味着现在说 RNG这边的输出点 不只是 就在这边一个 那等会儿再 下一步团战 就是在双张没有的情况下 面对对面的 切后排 RNG这边能不能扛住 现在时间已经慢慢的来到了32分钟 伊斯瑞尔来到了自己 最强势的这个时间段吧 再往后拖个8分钟 就到40分钟 伊斯瑞尔就不行了 其实本来35分钟 我觉得已经是伊斯瑞尔的 就是黄金期的顶峰 35分钟就要摔退了 35分钟之后就开始煞滑了 就摔退了 但是这局因为 苏宁前面还是有一个5000块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优势 可以打到40分钟 大概40分钟之内 如果不能再把优势扩大 那这个局势对苏宁来讲 因为这个EC的乏力 所以可能要更加考验苏宁的中上野 三人机场的UZ的限制了 大家先清一下下路兵线 让下路兵线往前自然推进 那河道这边的话 苏宁是已经做好视野的 RNG是把河道线的视野控制住 所以大龙这边也不是很慌 但是河道线的视野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RNG选择先逼退 然后去龙去做视野 那次这个时候身上是有一个法术合计的 是有一个药的 已经吃在身上了 中路还是想找机会 看能不能蹲到人在做视野的时候 但是伊瑞瑞尔这些人的Poke伤害 确实奥拉夫 是已经挺难受的了 冰线又会处理过来 那龙区视野RNG准备又抢不回来了 苏宁现在可以进龙区 上下两路冰线RNG过来都要去进行处理 苏宁现在把上半部分也去视野一步 大龙坑附近RNG没有视野 所以你可以在这附近去找机会了 下路让奥恩去带 下路 小虎去带 还好有双TP在 三十四分钟了 这个时候RNG也比较着急的一点 就是这野区的视野跟龙区视野 是做不回来了 有点 现在会有风险吧 这鞋的锤石太强了 还有拉到了 这边要逼大招了 硬伤还灌死了 伊克过来开直 这还没有闪现啊 在坑里动盘 不得被乌鸦做我们一拉 艾克射到这个人头 这边已经进场的奥恩 发现队友已经跟不上了 小虎这边只能败了 艾克拿了三杀 但小虎能不能走啊 帝国世界减速到了 艾克再追上来 小虎这边应该是没什么跑的空间了 艾克这边还在追 队友这个时候已经去推高地前 要一波了 艾克还有大招 再等到影子走回来 R一下 锤石给登陆 兄弟我们先撤吧 不行就是要杀小虎 开一个中压 锤石这边也过来了 最终还是把自己给提死了 但是与此同时 一个人牵制两个人的位置之后 中路的话 B线带着去看看 是不是小艺波 哎 这位置锤石 就是不让他们两个回去 就是不让小虎和小鸭回去守高地 再将一个闪现 家里应该快推掉了 再勾回来 哇 奥拉夫复活这边好像推不掉了 RG这波还是能守住的 但下面这锤石就只能被处理掉了 还好 这个现在的时间点是30多分钟 RG这边的复活时间 比较短 没有让他们这一波的机会 刚才话音未落呀 就是这做视野老大男的问题 奥拉夫进去做视野 已经是最安全的选择了 但是依然是扛不住 现在在阵容顶峰期的苏宁 这个时候的伤害 来看一下 就是前面说的存在这个问题 苏宁这边把视野先一步 RNG过来做视野 所有人都看不到 战位站在这阵的留人 大招开完 这波不被拉回去 还有点机会 苏宁 苏宁在秒龙了 苏宁在秒龙了 RNG在秒龙了 RNG在秒龙了 RNG一波打掉了 这位是把龙打掉 是为RNG争取到了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的防守空间 这波没打龙之后 苏宁有点懵 这波龙苏宁没防守住 应该是苏宁刚刚那波 推进完之后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 中府去阻隔 导致死了 回不来 就如果艾克跟垂师刚才不死 这波龙应该是苏宁能守的 刚才是想给队友 创造一波的机会 但是好像兵线不太够了 到后面 而且奥拉夫也活了 第一座门压塔 是扛着兵线去拆的 所以说第二座的话 奥拉夫复活的时间比较短 又在这边没出 罗安娜举风 出了个火炮 他觉得 时速空间还是太 危险了 不出这个火炮 加一点射程的话 进场点人实在是 有点害怕 RG想要双龙会 来到原斧龙的这个位置 对面的话 其实苏宁这边来的时间 一点晚 来得慢啊 不过乌鸦这边 魂线已经攒满了 一直在挖上挖 后面两个大残血 而且有一个TP 包括RG直播 先表一个诚实 接来团战 开得不错 一直在耳根 乌鸦的位置 没法第一人进场 还有一个进场 支持伯格纳 大回去了 RG打超 真地战 保住UCA 这个位置进场 就打不过了 闪现过来 顶没有闪现的 戴场 UCA还在追 红buff黏住了 在那边跑得 非常的慢 再一箭 中央应该是走不掉了 这个位置 大家出来以后 被独标的辅助命中 万里亚 郭龙团 RG第一条龙 打掉第二条龙 战好阵地 先秒掉垂石 然后团聚在UCA身边 打了一波漂亮的阵地战 这一波狙击的双龙会 仅仅两人能不能防守到 两个闪现上来 Pure这边有点扛不住 身上有点火效果 这个Q没有中 但是 能不能守住基地啊 现在 这两兄弟的倾线 是有问题的 马上夸一下 没有夸断 回家应该是要踢回来的 这位置回家踢回来 是要找一波的 RNG 这一局 想要一波了 带着双龙会 诶 又再的位置 我好厚的盾啊 容不住之神的回翘 勾到了奥恩 没有回翘 但是 苏牛保伊塔扛不住一座了 下面的一座被留了一下 打不出伤害 被这些什么打飞 现在RNG 先拆这座保伊塔 拆完再打团 直接也抖不住了 首先是恭喜RNG 后面五分钟的 决策都很正确 但是说回来 对于苏宁来说 怎么又出现了这种 在有大优势情况下 运营出现失误 然后被对方 直接打回来的情况 我只能说RNG 在最后那波找到机会 就来到 先去 他那个决策很好 先去大龙 可恩 Rush大龙 然后拿完大龙Buff之后 直接转到 远古龙的附近 去逼这波团战 又拿到了远古龙 又留到了人 哇 那波艾克去留人 我觉得还是太想当然了 因为那波不留人 我觉得 推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也是破一路 回身打大龙 那波真的去留人 我觉得耐克 上场的数据面板情况 看一下 经济的曲线图 就可以看到 那一波团战之后 整个经济曲线 发生了怎样 翻天覆地的变化 哇 确实在那波打完之后 RNG是 打了大龙吧 主要是 那波打完 打了大龙 又在打出了全场的一个最高的输出 中间一度 其实 这个苏宁的经济领先是来到了接近7800块啊 那个时间段 但是无奈最后在两波关键的决策上 第一就是中文波打赢 想去一波 没有去找龙的资源 也没有去 说一起去推 而是中辅去留人 剩下三个人推 那一波打伤了 我觉得那一波 就是如果说光卖艾克一个人去牵制两个 我们可能说这是赚的一波 但是最后连垂时都给卖进去了 这导致两人阵亡的情况下 他们这一波没有一波推进完 后撤的那个回程时间 让RNG找到机会去Rush大龙 就是那一波 其实我觉得垂时给登龙的那个时间 耐着就可以走了 那波给登龙就可以走了 但是最终还是被RNG的中辅吧 逐个击破 然后那波打完 立刻从一个零换四 零换三直接变成一个对面的零换二 就是因为RNG五个人都活 你这边中辅追人死了 直接变成正面的五打三 所以RNG去把龙拿了 拿完龙以后 又没有先站好远古巨龙的位置 让RNG先把远古巨龙站好 RNG这种远古巨龙一站好 苏宁的 就是打这个远古巨龙的决策 又出了点问题 就是垂时去后面绕 导致垂时先被击杀 正面又是一个四打五 然后就是RNG把龙拿掉 所有人围在UZ身边 你进场进一个 我们杀一个 进一个杀一个 那段时间也正是 就是依泽尔的伤害 已经不能够像前面那样 很好的帮助队伍提供一个高伤害 然后乌鸦跟黄子的进场 跟艾克的进场显得有些苍白 而且艾克第一波进去想偷人 没有偷到不管大 大招打出来了直接 那波等于艾克也进不到场 等于只有一个黄子和乌鸦能进场 所以那一波RNG打赢 下路一波推过去 是直接是把比赛翻盘 哇 这场比赛真的 对于苏宁的粉丝 跟苏宁全队来讲 我觉得真的挺伤的 这场比赛 因为他们这赛季出现过几次 这种在有比较大优势情况下 因为运营的一些失误 然后把比赛 没有赢下来的情况 真的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心态吧 是的 而且上一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全队对UZ的保护 包括他们的阵容的选择 也是保着UZ的一个打法 做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效果 是非常好的 虽然说前期UZ的确是 住环境会有一些堪忧 对面会无脑的三个 包括艾克 乌鸦 皇子 去切到维鲁斯 但是到了后期 包括卡尔玛那个 RE给到的群队 包括几下给到的保护 都是让我们叹为观止的 哇 这场打完 现在RNG是主动选择的一个蓝色方 主动选择的红色方 在第一局当中 所以下一局是苏宁的一个优先选边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调整心态吧 因为最近确实 苏宁比赛里的状态打得不错 MVP最终颁给的是小虎 二三十一 卡尔玛在几次危机的情况下 是帮助自己的队伍 套起护盾 扛住致命伤害 拉开攻坚 而且最后一波团 其实小虎的盾 是立了很大的功劳 因为这个盾 直接上乌鸦跟皇子机场 基本上打不了伤害了 是的 也是打了76%的击杀贡献率 但确实还是 对RNG来讲 这局捏一把汗 这局如果 在中路能够打完之后 苏宁选择五人集体推进 然后推破一路之后去拿大龙 那这局RNG就非常非常难打了 决策吧 还是最后那一波打龙的那波决策 RNG做得太到位了 当我们还在看上一波回放的时候 小地图已经不知不觉地 过去非常果断地拿到了大龙BUFF 而且最后的选择方向 它其实我觉得RNG这场比赛 做得比苏宁好的是 苏宁有几波的 达到小龙国团阵优势之后的决策 会有一些犹豫 对 包括在野区 它不玩了大龙视野的 一直找机会的话 它是在等待等待RNG给机会 但是RNG不也 RNG发现 它每次只要找到这个时间气点 它会让雪球越滚越大 包括从大龙滚到远古巨龙 远古巨龙再抓到那个 一个安克的边 我明白你说一个 就是说这局苏宁的感觉 就是说他拿点优势 老师会断一下 拿点优势老师会断一下 有这种感觉 确实 RNG防守做得比较好是一方面 另一点就是 确实在中后局运营上面 苏宁可能目的性 还是没有那么强吧 优势转为盛世的能力 还需要继续加强 是的 那下一场比赛呢 我告诉我 苏宁是选择来到了红色方 他们主动选红 是的 那到底下一场比赛 打出 插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呢 让我们上次休息一下 马上带来更加精彩的对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